1、2、3好 那个老乐乐来的那个昨天有个人说晚上10点到12点要开会对吧公开赛有事要开会结果11点半就在谋话发东西嘲讽我们8号玩家了我真的是气不过真的真气不过好吗今天保护一下8号玩家啊过了 谢谢2号 hello大家好我是XYY今天今天是工作一整天了昨天没咋睡提前走位一波今天晚上的这三把可能希望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别的就没了 hello大家好我是陈明俊然后呢那个又来大热赛了然后希望今天那个能站队边就行了站队边就够了然后那个好好玩那我过了 hello大家好我是圈圈 hello大家好我是圈圈然后我的号是圈圈本人儿一共五个字啊圈圈本人儿然后加了个儿这个字大家可以帮我点个订阅我刚刚试播了一下然后在抖音叫圈圈本人儿 我怕大家晚上不知道去哪里夸我和喷我所以我会今天我会用那个号播一下然后我正式加入了抖音感谢大家 经历了一个多月非常不容易啊是因为感谢大家的数据然后所以我才来到这里然后加油加油然后圈圈本人儿感谢大家点个订阅 晚上在那开播感谢 那你不就一直首播吗上次圈圈本人首播一次然后一个月之后圈圈本人儿就首播一次然后是然后再过一个月之后是圈圈啊再播一次那你首播永远打不过你好吧 嗯好了没好了没好啊刚才KS老师身体不适啊那就我就这样那我做五号就要过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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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都快把别人打梦掉你还过掉过掉天天的就是啊那个 非常高兴啊然后那个也不知道高兴啥反正今天就好像下午我们这个一整个都搞得挺开心的然后下周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嗯其他的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其实就这样过了吧 嗯那个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京城打热赛然后呃感谢我们的赞助商饭狼对于打热赛的支持呃他们今天下午拍了个什么天团视频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然后今天晚上之后我们会有密室惩罚 然后他们也会去参加那个恐怖密室呃所以我们这个密室是非常非常硬性的这个标准要求 所以我们每一位那个玩家都会好好努力这个珍惜每把分数的啊 然后咱们老师们也可以监督比如说谁分不够他不去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大家可以那个揭发检举啊都可以转我过了 我马上举报诅咒不去诅咒找找借口不去我先举报他 啊行行举报失败好 哈哈哈 密室哎在上演遥远的当年我就去过对这种恐怖密室我特别害怕啊希望大家把保护打一打保护特别害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啊老人杀牛肉干 现在就没啥了我过了 大家好我是下的马小九号荣耀佛瑞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啊七号歪哥什么意思吗最后最近跟我们关系不好我们拍摄都不愿意带你晚上我们去玩密室也不带你你再不跟我们搞搞关系都被我们孤立了七号玩家什么意思啊然后希望今天玩的开心啊今天也是周五希望今天三把好好发挥啊我就过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十号反水撒马啊然后今天感觉挺乐呵我们这帮人居然在下午三点清醒的精致的相遇了这个是挺挺猛的好吧希望那个今天短暂的睡眠那个不会影响大家 那个逻辑思维的判断好吧大家关注一下M圈老师的那个他换号了他以前的号就圈圈本人 他现在的号叫圈圈本人就是人儿他往上得用这个号希望那个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在圈宝从密室出来的第一时间给他足够的关怀和爱好吧别的没了好过了 大家好我是十一号陈俊杰然后今天又来了可能各位弹幕老师会有点血压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我也会尽自己的所能希望能够比上次进步一些然后我就过了 希望今天少犯错吧及时回头听劝听劝然后那个顺道说一下这个密室是我负责联系的他真的非常恐怖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啊哈哈哈哈圈圈下话我会保护你的你放心吧过了过了过了我们二话不说马上开始好那个但是我我可以澄清一下啊 因为法官本人参与了测试服密室的测试服法官本人觉得不是很恐怖但是单线还是蛮多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密室惩罚 那大家还是老样子记得在八点到九点期间为代表送出我们的人气票八点之后再送人气票想给厂上嘉宾投食并留言呢记得关注我们的官博京城大师赛在置顶有投食方式我们下午今天很多嘉宾都去拍摄了所以他们现在真的很饿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给他们投投食我们新品鸡丝两本非常好吃相信大家昨天我们导播老师有给到镜头看他们吃的很香对吗所以可以赶紧给我们厂上你喜欢嘉宾投食并留言 还有记得关注我们右下角的小手柄七镜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是老样子会大家发三个复带分别是一台苹果手机和两台苹果平板只要下载了右下角的七镜参与我们的复带抽奖直播间的每一位弹幕老师都有机会中奖手机和平板大家赶紧点击下载那我们还是老样子第一局500万点赞将为大家开启视角大家入夜可以一起点点赞然后记得下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 呃黑蝙蝠你们有什么还要确认的吗 嗯 快点 快点问 嗯 嗯 喂 我想想 没关系 我告诉你 你看台吗 我看了 你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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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蝙蝠的话 问你直接问谁是黑蝙蝠就嘴 哈哈哈哈哈哈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那就开始了 如果就是讲的你是女妈子你独一个人 黑蝙蝠庇库了她就谈死 对 对 对 好 好 那我们黑蝙蝠来 开始 嗯 嗯 请各位确认好吃的菜 哈哈哈哈 你玩就知道了 大家是那个女猪 嗯 来 哦那没事 毕业她不要喝 毕业她就毕业了 好 好 你 好 我 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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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时间由五号玩家开始发言 我觉得三是狼 别的就没有名 实在不行就把三出了 也没有问题 但有可能不上升到轮次 好吧 我觉得三是铁狼 过了 一斤水 然后景下还剩下二号玩家 七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那就 二十二我挑一张 二十二顺验 其实一开始有点想念三的 后来想想三我听发言 想念你的原因是因为 他说你是铁狼的时候 你的笑容有点太尴尬了 我实话是说 有点太尴尬了 但我想想 其实我能听你发言 给你留算了 我听你发言 好像也是能听得出的 我不想用挂枪直接打你 一定是个狼 或者非得去敬念你 我直接去景下去拉票去了 验一的心路一程是比较简单 因为一号玩家 在闽牌环节最后 大家摘亏之前 就是入夜 摘亏之前 他说什么黑蝙蝠 什么人占大的 什么第一夜 能不能使用技能 我听到了 然后我就想 会不会他就有可能是那个黑蝙蝠 我是奔着茶去验的 我想只要我验穿 他是个狼 我就去猜他是个大狼 结果验穿是个精水 那是精水就吃精水 就二十二的景会流 好吧 然后剩下的看上票 五号玩家 景下看 看发言吧 我也盯不了 对吧 他只踩了一个三号玩家 所以我在没有听过三号玩家 发言之前 我是没有办法定义 五号玩家 一定是好人 或者一定是狼子 其他也没有任何的工作量 也没有踩我 或者踩七 就这样过了 我要是当了 我想想 还行吧 先占一下六 先占一下六 我觉得九要几跳 感觉啊 感觉可能是六九对跳 嗯 别的也没啥 然后 好像我挺少在井上直接去 严杀一个人的 这比较神奇 先听三的反馈吧 看三的反馈 我觉得六跳的 没太大毛病嘛 然后先占一下六 然后看看 我觉得可能是六九对跳 我好人 过来 咱俩半天抿了这么久 你就抿了一个 我要起跳 没觉得六特别特别像吧 也没能百分百战死他 因为我觉得 三五应该要验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本人 如果是预言家 不太想验五啊 我觉得三五形成逻辑关系 五是井上第一个 直接打三十郎的 你不确定三十郎 在三还没发言的情况下 可以去验验五的 不知道 我觉得不验五的话 让我觉得井下压的压一张 是我觉得没啥毛病的 井会流 我觉得应该验验五是更好的 别的也就还好吧 中规中矩 也没能一定战死六 我井上就站不了边 先不站边 开排敏的十 大身份 一定有身份 绝对不是拼命 好吧 确定 不至于是好身份 还是坏身份 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就敏十了 敏八七十八还家 也还行吧 做做的看了两次排 不知道是啥 在那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还问我说 什么排需要看两遍 这平民 好吧 我是好人啊 我先井上 先不站边 因为我没有觉得六一定是 没从六的发言里 听出来一定是 然后我再听一听 我是好人 我过了 大身份 给你发个精水 信不信 开玩笑的啦 这么紧张吗 不至于吧 前这位没听出来 六号玩家是不是 然后八九里面 都挺混呢 那个我敏的十一号还可以 然后十一号起跳的话 我可能会跟十一号战边 然后六号玩家 他发言 我这也挑不出毛病了 我只能说 我敏的十一可以 所以如果十一起跳的话 发言会越听越变吗 我觉得第一天的敏人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听五号玩家的意思 就是 可以表现一下吗 王可 最近超话 也没什么画面的 你稍微表现表现 是吧 你要是个好人 一通激情表现 今天把三外楼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呀 好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八九里面 小九还可以吧 八号玩家一如既往的划吗 我觉得 可能因为小九敢名我吗 所以我觉得小九比小八稍微强点 好吧 六号玩家个人没太听出来 看看景夏投票吧 为什么我在景夏投票的时候 轮轮七都跳 我一上景七刚刚就跟景夏待着 前面都看不着 也一点不了 你们都挺放心呢 别的没什么了 我敏的觉得十一还可以 六号玩家没听出来 如果三四跟 四六对跳 我应该能听出来 三六对跳 我可能重点听第六吧 如果十一跟六跳的话 我可能想占十一 目前为止的话 不太知道 过了 谢谢飞表的投资 谢谢马老师的投资 这把不会这么简单吧 我的景辉 我想先验二八 然后十号是我的茶沙 我开拍之前 我就跟十号有对话 我说我可以验你们 他说可以啊 我本来以为他是精水 我想顺着精水去摸的 然后我对前之位的 这个身份 我去点评一下吧 首先是三五 就五号 那个起身是打了三的 但是在三号 没有给反馈之前 我是不会去压张三的 所以我一会需要 跟进三号的 这一轮的发言 再去定义五号的身份 然后前之位 我最想进行的 是张张八号牌 因为八号牌 在五号牌发言的时候 他有个起身的动作 我本来以为 当时他要起身汗跳 但是他没有汗跳 但是他景上的发言 是占张六号牌的 为什么景下 我会压张二号牌呢 因为在六号 给一号发精水的时候 我感觉一号牌 是跟六号牌 就是不是共编的 所以我觉得景下 如果开狼的话 其实就是 如果Y哥是一张 好人牌的话 他一定会把这个票上给我 哪怕他是造沟狼 所以景下的话 我验二 基本上就可以 定义十二的身份了 大概率 比如说我验二是精水的话 如果我觉得一 跟六不见面 七我觉得他能占边好的话 所以我验二是精水 十二就直接进入狼坑了 景下的狼坑 如果我验二茶沙的话 十二就有可能可以放 然后 所以景上的话 我觉得八号牌 有可能是跟六共编的 我觉得九号牌 是一张好人牌 因为八号牌 在我视角 他是一张狼人牌 他的视角里 说九号有没有可能起跳 所以感觉跟九号 是不见面的 然后十号是我的茶沙 不用说了 所以前之位 基本上发过言的人 我都有所点评 就五号牌的身份 我需要三号牌 去给一个定义 因为他是打你的 对 所以我的景辉流呢 就是二八去摸 十号是我的茶沙 过了 也不说先打我是狼 那景上 你后之位 一共还剩五个人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不会起跳呢 你都敏得我像狼了 前你说我像狼 那五号上来说 我是铁狼 那五号你听发言 就是你说景下听发言 那景上 你给五号的定义 应该是偏好我偏向狼 对吧 然后你说我笑得比较尴尬 没有 因为他来前就说了 不想让我站队边 所以他打我狼 我不太好定义他的身份 他好人也会打我 狼也会打我 所以五号玩家 不太想打你 然后我偏战十一的情况下 十是查杀 那我觉得九十不太见面 实际上来说 九号 那我给你发个精英水 怎么样 然后九号的表情反馈 好像是 比较怕接这个精英水 怕自己要站边的感受 我看起来是 所以我觉得九号可能偏好 然后 我觉得二号应该是好人 是开牌看的 要么你就是黑蝙蝠 要么你就是好人 对 然后十二也有身份 自己名的 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 五号身份给不了定义 景上我觉得十一偏像 因为六号 视角里好像你觉得我像狼 但我一定不会起跳 对吧 因为如果你发言说你不厌我 因为我有可能会起跳 我如果起跳 五号就是你保下的好人 我会觉得更完整一点 但你不厌我的理由是 你可以听出我的发言 我发言好不好 我也有可能是一个好人 发言不太好 那你怎么去定义五号的身份呢 我俩你一个都不敬艳 且前置为五号发过言的情况下 所以我觉得不是非常好吧 当然我不是站死 我景上觉得十一偏向 景下有可能会改 然后目前先站十一 然后觉得十是查查 觉得九是好人 其他没得过了 我是好人 我景上站一下十一 三发言之前 我觉得三也不太好 但他的发言 好像不太跟六认识 十一号玩家 为什么要给十发查查 教水子姐站别 没有必要吧 景上的九号玩家 我觉得是好人 因为十说要给你发精水 你的愣住像真的 对吧 站边十一的话 如果三跟六不太认识的话 那就是六八十 六八十什么意思 昨晚刚一起吃过饭 就是就不带我 你们三个一个阵营 生气了 嘴大又想要加年华了 好了好了 我是好人 我只是觉得 当然刚刚反水的发言 因为是在十一的前置 其实十一的发言 我觉得是还行的 但是我是觉得 十一号玩家呢 没必要去给十去甩茶杀 他甩十那个茶杀 就会比较像原家 这是我景上的一个感受 如果景下错了 我就在听六号玩家 分解的其他玩家嘛 对吧 位置 我认为三号玩家 和十二号玩家 是不太像平民 然后看一下景下的投票 因为蛮多人在景下 其他没有了 我好人过了 那这张二我就不用去验了嘛 然后也不能说配置绑架吧 我觉得这剩配置认可 我觉得外哥他找不到我 他大概也就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这张七 我直接打六七十了 那六七十再加一个八 这个狼队会不会太梦幻了 然后八的景下发言 我会跟进一下 因为前之位 你是站这张六号牌的边的 所以我不可能 在景上你发言那个环境 能把你放下 九号牌 我觉得它是一张好人牌 首先是八跟九不见面 其次是九号牌 踩了这张十号牌 所以九号牌 再加上基于后支配 很多人卖给我的事业 九号牌是一张好人牌 所以我就九号牌 大概是一张好人牌 那我的景辉流呢 七我就不用去磨了 因为我觉得七号是一张老人牌 那我就去押一张 十二号牌吧 因为十二号牌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也救救你 如果 就反正是个容错吧 因为现在这轮上票 一二 一号是反水占我的 所以一一不用去管 二号牌他也上给我了 所以在 在这一轮次的话 我的视角里 只能去验这张十二号牌 景上的话 八我需要跟进一下 你的发言 然后前之卫这张四号牌 全球姐他虽然占我的边 但是他攻击了前之卫 这张三号牌 我反而觉得 前之卫这张三号牌 是张好人牌 所以我第二景辉流 可能会从四八里面 去敬验一张 对 我会从四八里面 去敬验一张 我需要更新一下 八号牌 这一轮景下的发言 三五的话 那就 自己来吧 自己解决吧 因为我觉得三五 不一定能挤住 你们的坑了 因为现在我的坑 六七十已经锁得 比较死了 所以我只需要 再找最后一张狼人牌 就够了 景辉流 我就 第一景辉流 验张十二 第二景辉流 我会从四八里面 更新你们景下发言 再去验一张 然后希望景下的 好人牌 能够上票 我现在觉得 一号牌是好人牌 二号牌是好人牌 九号牌是好人牌 别的信息 我就没有了 我点的狼根是六七十 我会再帮助 好人再找到 最后一瓶狼 我就过了 我请我的金水牌 别吃了 好不好 听一听发言 我看到你这一票 有点三塞 十一发言的爆点 其实主要来自于 它对景下是一些的缺失 第一轮的话 它是没有看到七 没有看到十二 第二轮的话 它是依然没有看到你十二 就两轮都没看到十二 所以我是没太懂 二号牌是你是比较想 算了 我不跟你说 不能说那些 我就验二 就验二 然后我自己定的是 因为三号牌警上 我觉得你是好人 然后等会儿我会说为什么 然后所以三是好人的话 五号牌就有可能是狼 四号牌警上是一个冲锋的 所以四五十一 是暂时是我定的坑位 八号牌警上虽然给十一 退了水 但是他在我发言的时候 八号牌选择了 说我挺像的 所以八号牌 我选择警下再去听一听 对吧 看看他在听完两轮发言之后 选择怎么站边 然后九号牌家跟二号牌家 其实就是我经验的目标了 因为九号牌警上 你打我的点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强大 因为我说了五号牌家 我原本是有考虑过 在三号牌面去留 甚至一开始想的是留三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 一个是三号牌家 发言我觉得我能听出来 我觉得 然后我是预言家 你不要来主宰我的想法 OK 然后五号牌家 我就看他上票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说他为什么觉得 三号牌你像好人 然后我觉得你剖析我的点 有一个点是OK的 我觉得是说的挺有道理的 然后我觉得是我在警上 发现不够完整 或者不够圆满的地方 就是你说 如果你起跳 我要有一个你起跳的视野 如果你起跳之后 五号牌家可以牌 我觉得这个东西说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不能用 因为你现在 如果你真的是好人 我没有保错 那你看你自己的牌是好人 你是不能用 我没有开出什么 你对跳的那个东西来 因为你是好人 那我是狼也好 我是鸣鸣也好 我都看不到你 这个能懂吧 这个话我不知道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 说我是不会开出来 你是否跳不跳 这个视角的 唯一有道理的是说 如果你起跳 五号牌家可能要给一个五的身份定义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 然后我觉得你的发言 至少你保留了我的一个冤家面 所以我没觉得你一定会是十一的同伴 然后我说下我对十的定义 首先十的警上发言 我没完全觉得你一定是好人 十一给你丢了叉叉之后 对我来说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你就是一个好人 他为了给你发叉叉 因为你选择站边他了 等于是他来去要这个力度 第二种 你有可能是他打的板子 夜里打的板子 你有可能是他同伴 这都有可能 但我请一下听完你的发言之后 再给一个新的定义 好吧 至少在这个位置 我把两种可能性都说出来 大家不要因为十怎么样 说我就不是原家 你们听六十一的独立发言 然后我的警惠流是二跟九 二跟九的警惠流 过了 除六号十一号 其实所有玩家均可投票 请在我到手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八号九号 投给十一号 一号七号十号 十二号投给六号 十一号玩家 当请同账 昨夜 平安夜 请十一号警惕请多 请个发言 十号或十二号 十号玩家请发言 哦 那我觉得狼坑是 四五八十一 二十个容错 我觉得可以 看一首二号玩家 那因为三屋里面 只开一个狼 四号玩家是在完全不听 十号玩家表水 情况下就说 我就赚十一 根本不用听十一 十号玩家表水 那如果十号玩家 这个位置拍出一张枪牌 今天外置位 请四号玩家出局 可不可以 对吧 你不听发言 怎么给站边呢 我是一张首位牌啊 我第一天忙手的 这张十二 然后 十一给我发展 所以我敏他这好人 是因为他看完牌之后 就一副很随意的 小牌一丢 就给他 还挺轻松 我就觉得 十二号玩家能看到啊 十一号玩家确实是 壮大挺好的 我说现在这 别给我演 我不吃这套 确实还是吃了这一套 那是验 他他说我能不能验你 我说随便乱验 然后我就觉得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没有想到看牌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汗跳了 行 挺好的 那高人指点 那四五八 都是上等马 这上等马都能哭哭指点 现在搞田季赛马是吧 拿你们的下等马 对抗我们上等马 陈斌 陈斌说话更过分了 陈斌说 我们俩还打板子呢 这板子又没有狼枪 我跟谁跟他 我跟他打不了一点板子啊 我是个盾牌 我第一天忙手的张十二号牌 然后 因为我觉得三不是 是因为四那个位置是定了 四那个位置 他优先攻击了三号玩家嘛 对吧 因为三号玩家 他三号玩家说要占名十一 四号玩家主是个好人 他也占名十一 他打不到这个三的 然后 我觉得四号牌有可能想定话 想让八号玩家来倒攻 然后八号玩家 觉得 景下 一和二 两张好人都站错边了 所以可以冲票 所以八号玩家选择的冲票 有可能吧 反正目前是四五十一 二八里面开一个容错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第一天 那个忙手的十二号 然后忙手十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 就是我第一 我手卫第一天从来不空手的 好吧 然后 我没手十一 是我真怕他是个冤家万一样 我第二天 那个 也手卫嘛 这板子都是白痴嘛 咱也守不了什么人了 好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不好意思啊 陈敏老师 景上对您留有点 不是很尊重了 好吧 那个九号小马考虑考虑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过了 哎呀 保留你一分的守卫面吧 因为你点的 起身发言说四五八十一 是四张狼 二是容错 后面发到最后 变成二八又成容错了 怎么就二八就成容错了 你点的狼坑不就是四五八十一 定死的四张二是容错吗 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景上 他是站边六号的嘛 他景上想站边六号 然后又是为了十一退水 很难跟十一构成见面 所以我认为八号是好人牌 然后我觉得十一号 不管是景上 还是PK发言发的都挺好的 首先他的景会流验到了十二 他的景会流是先验这张十二号 其次在四八里选验一张 然后六号玩家起身就打他说 他的两轮的视角 都是没进到景下的 我听到人家进的是很清楚 而且保了一二九十三张好人牌 但是六号玩家呢 点狼可能点的不太清楚吧 没听清楚你点的狼坑 但是因为你这个位置跳了首位 我保留你三分的首位面吧 刚说一分聊着聊着 再给你给两分吧 我的站边是十一号 然后我是好人牌 如果我站边十一号 狼坑就是六七十 外面应该再加这张十二 或者容错是 三应该是好人 因为六号这么去对话三 十号也说三是好人 所以三应该是好人 五号玩家也是投给十一的 所以五打三你解释解释 为啥你打三 六七十肯定是三张 如果站边十一的话 外置位一张 我觉得是十二 我不觉得八像狼 不觉得八是狼 就这样坑吧 但是一号玩家为啥 又突然投给六了呢 一号玩家 我也觉得不太像六号玩家的队友 因为首先一号玩家 是在景下的 其次他接到六号玩家 精水的话 第一票 如果他是狼的话 他选择先到沟后冲锋 我觉得没必要 如果我认七号玩家 跟一号玩家同为狼队友的话 所以一号玩家你也是独立出来的好人 是怎么回事 我听听你的发言 为什么又投给六了 我的站边是十一号 我今天会听十一号去归票 投十啊 如果站边十一 十一归十 我就会投十的 别的也没啥了 我是好人 我过了 小九今天翻译翻得很好啊 九是好人 狼就是六七是十二吗 就这样 几个点吧 第一 因为十号景上是提前站边十一的 他是提前不信六 说十一开牌向远家 所以十一查杀时就比较有力度嘛 就等于是查杀到倒勾狼了 对吧 这个在我们这个普遍的观念里 是比较有力度 当然不排除十一就是拿这个打心态 但是比较难吧 然后其次是 那个六号玩家景上 其实我没听出来 说实话他的发言在我这就一半一半 但是因为昨天最后一把没站他 我就说没对比的情况下先站一站 并不代表我有什么倾向 那十一我在想 你看十一首先景上 他要是个狼 我首先不觉得十一时能是狼茶杀狼的原因是 这个板子是黑蝙蝠 如果十一时是狼茶杀狼的话 今天就是他们俩的轮次 对吧 你信六就出十一 信十一就出十 无论如何都是出一个狼 一旦出了一个狼 所有神牌就不动 就会进入一个黑蝙蝠技能失效的状态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板子会出现狼茶杀狼 那么十一你看 他首先景上茶杀了十 十是提前要站边他 他不要十的票 其次他来打我八 他说景上因为八站边了六 他觉得八是个狼 他不要我八的票 他作为一个汉跳 在这个场先不要八跟十的票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看清我自己是好人嘛 然后再说PK台 PK台的话 六号玩家你是稍微有一点篡改十一发言的 你说十一在PK台没有景下视角 他明确聊了 他的景会流是十二号 因为十二号是景下 除了七以外投错票的那张容错 他是明确聊了的 你说他的视角没有十二 这个我觉得就不太那个 别的也没啥 我觉得九是好人 那就去验验十二吧 我觉得验验十二挺好的 六七十定三张 然后去把十二验一下 我不是守卫啊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是守卫 那就看看谁跳守卫嘛 万一嘴大叔叔呢跳一个守卫 那怎么弄 对吧 就看看吧 因为后置卫 甭管吧 就算十是真守卫 那后置卫这个十一 假设如果真是我站错边 是个汉跳 那他的队友也一定 一定会跳一个守卫 我想看看那个守卫 后面对跳守卫的发言 但是目前就收集到了 仅上两轮信息 很难去站边 六啊 过了 那听完八九发言 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狼 那反正反正就四五十一 肯定是跑不了了 还有一张狼就找呗 对吧 那要是十二勾不勾的 就看六号 六号怎么定义了 但我觉得今天十号 应该会出局 因为站错边的好人太多了 六号你一会就玉石俱焚 你今天原家 你不聊玉石俱焚 你十号就只能出局 手也只能出局 因为这是昨天的事 所以我觉得 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拉好人票 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站边 因为我听八和九号站边十一的理由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他们聊出来这个观点 首先不是一定就能证明十一号是原家 其次他们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理由 去站边的十一 所以我认为八和九是好人 是好人 但也不一定 反正我目前听完八九发言 我觉得六号想拉票 你只能去像昨天一样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边都是自己站的 然后 一号是作为六号的 哦 那就只能说一号玩家这盘第一轮投票 投了个谁类的 是吧 投了个十一 导致原家没有景辉了 哦 那没办法 那我聊什么呀 不是一号作为六号的金水边都站不对 你第二轮会特有什么用啊 那就这样呗 你六号自己努力呗 好吧 那个四五十一号一张是不是啊 那个反正就是四五十一吧 好吧我过了 嗯 一哥应该是好人 嗯 然后他对八九的定义 其实挺像的 九号也其实挺像 我也没觉得一定是狼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强大 我跟他聊到景辉有 景下的发言 我觉得的确不像 然后八其实 我蛮持有保留意见的 但他在聊第二段发言的时候 他就说十一跟十 就是说他觉得我在怀疑 是不是有可能保留狼茶狼 这个事的时候 那一段发言 是挺像好人的 因为他说完之后 我仔细想一想 的确是这样子 对吧 的确是这样子 不管到时候十十一 今天就是十十一的论词吧 这个大家能懂吧 出完任何一张 那神牌是极有可能都去不动的 那他们怎么赢呢 也赢不了 所以八说的那一段 是蛮加分的 蛮加分的 然后你 因为八九两个人都提到了 说我好像篡改了十一的那个发言 那可能的确 是我没太仔细听 弟弟不好意思啊 也别生气 别生气啊 但是呢 一号玩家 我就对话一轮就够了 因为他警卫票删给我了 我不想去 就是PUA他 或者怎么样的 大家都是自己玩这个游戏 然后小雅又说什么 要我搞什么玉石剧盘 什么这样大的 今天这个桌子 其实打之前 不应该就预料到了吗 我看到我怨人家 我什么情况 我都想过了 我都想过了 然后我自己现在觉得 十就是首位 现在四五十一 PK台上我已经给过了 四五十一这三个老板 因为我说了 我订了三号玩家是好人 而且我还 我现在很难 就是像三号玩家 九号玩家 因为这把十一是汗票 那假设你们都真的是 我没有定错的身份是好人 你说我对话你们 还是不对话你们 我对话你们 你们觉得我是个狼带行李的头 我不对话你们 你们的票莫名其妙就飞掉了 这是比较难 但是我是觉得 希望你们心里面有保留 我有可能是玉石家的这个东西 这个面 这是第一个 因为我的发现 可能你们没有办法 完完整整的听出来 一定是或者不是 我的形象可能像是说比较差 但我觉得十一在墨桌上的发现 我觉得你们是有迹可循的 对吧 而且我现在一圈发过去 到你们那儿 说不定我说难听点 你们都可能忘记我到时候发了啥了 但十一规范发现 你们总共也能听出来的 我至少我觉得你们单听 单听这个东西能听出来 我是希望是这样子的 然后 硬要点的话只能是 现在我现在听了八九的发现 我要去点的话 可能是二四五十一吧 可能是二四五十一 因为二号家昨天在我最后一盘 拿通灵师的时候 那井上挥斥放球的样子 我的确到现在还没有忘记 所以这盘他投了两轮匪票 我第二轮依然选择 纪念他的情况下 他还是投了匪票 所以我就会优先去把二号家 打到朗科里面 所以就是二四五十一 然后其他就老生常常的 别人大家自己站百 好吧 投十一过了 还有七都叫你说了 你就说一下什么预示积分 你不说预示积分回不来 那你最后还是选择不骗二 对吧 你说二十了 最后还是选择去骗九 我说一下十为什么不是首位 首先我是首位 然后其次十说第一天首十二 是冲着什么首的 黑蝙蝠怎么可能有首位 第一天首人 然后七号不就告诉我 那我就猜的差不多 就是八九要么就是八九里面有女巫 因为他不怕 不怕我说一下 我还是要讲逻辑 因为后面有一个三号玩家 他说我是猪逻辑 我讲一个逻辑给你听 首先十号玩家紧商的发言是 我们可以先撇开 我们去定义 时和我比较 谁比较像首位 十号玩家紧商的发言是 他觉得十一比较好 对吧 然后十一起身跳了一个 首先他是狼 我是首位 我知道他是狼 所以紧后大多数都是好人 因为他倒勾 他没有认为十一是预言家 所以他认为的预言家 有可能出在三号或四号 所以四号如果是预言家 他也不准备倒勾 所以他紧商先去 保的是十一 所以三号四号和十一号 都是他不是他的狼同伴 这叫逻辑 大概率 我这个话也是说给三的同时 也是说给一和十二里面 那个比较像聪明的那个好人 我觉得是一号那个眼镜熊 而且你眼镜熊 大概率就是那个女巫 而且我有可能大概率 就是那个饮水 他们动不动就杀 对着我乱杀 因为他给十二抱的是 他守了十二 肯定就没杀十二 要么聊抱了 童手童就他死了 所以饮水也不是十二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找女巫了 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让一下他 然后就让你们 你就是十二和一顺宴 最后肯定是 他们肯定是不会 他们肯定是会冲的 因为他们票不够 现在我们输一手九号 输一手九号 二号是不可能投错了 现在就是一号 因为牛肉干是不可能投错的 然后就是 现在的未知数 未知数的票就是139 你们骗两票 你们就赢 骗不到两票 你们就输 好不好 就那么简单 还有我很难理解 就是一号 如果你是好人 你这听发言能力 你不要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对吧 你稍微听听发言 你就后面就发言 我和他谁比较像守卫 他说第一天守十二 为什么守十二 他说我觉得十一号玩家像好人 他为什么要去守十二呢 意思就是他觉得十二会自刀吗 因为黑蝙蝠第一天一定会开技能的 就很简单 我杀一个人 我第一反应就是冲着女巫啥 对吧 冲着女巫啥 他就女巫就杀到女巫 他就一定会毒人 我第一天黑蝙蝠是一定会开技能的 不是开在自己身上 就开在狼同伴身上 凭什么守卫第一天守人呢 这种理解吧 因为我昨天 昨天我就是黑蝙蝠嘛 好吧 等会把那个女的黑蝙蝠出了 好吧 他肯定是黑蝙蝠 警商就倒戈 被活捉 好吧 然后把他们牢底坐穿 你就十二一顺 反正等会他们肯定会投你 好吧 因为你出去了 我们就出了 因为那个戴士老师是那个狼嘛 好吧 你发言稍微那个一点 你就十二一顺 你不要再验外之位了 因为我们票应该是够的 他们骗不到三个 好吧 过了 五号玩家跳完首位 真的很像四五十一 因为正好是你一起跳 十号玩家怎么掰发言 我颈上的发言是 我没觉得你发言不好 但是十一给你甩茶沙 你因为是在先制发言的 所以听不到你的弹性 但十一给你甩茶沙 就会感觉力度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这个八号玩家也已经发过了 所以十号玩家说 四号玩家凭什么不用听我的发言 我说颈下如果我站错了 我肯定还会去 就是把这个讲出来 但是那现在看也没有啊 那五号玩家不也起跳首位了吗 然后那个狼是十二吧 因为你真的非常带身份 没有什么身份可以给你跳了 预言家首位都跳了 而且十二号玩家如果听了锦上 因为你看啊 五锦上点了三对不对 三号玩家锦上的反应 真的不是特别像好人的 我觉得 然后六呢跟三对话 我以为三号玩家是跟六一会儿的 但是三号玩家的反应 是不像认识六的 所以如果认为六号玩家 不像预言家的情况下 那三号玩家就要排掉一个位置 这是锦上的感受 我自己是个好人 然后五号玩家呢 应该说 哦还有PK台上 上给那个十一号玩家 是因为六号玩家说狼 他们有可能打板 打板子的意思就是狼叉叉狼 不是说这个板子不可以狼叉叉狼 任何板子都可以狼叉叉 只是我觉得不太像 对吧 十是先说战时 然后十一说狼叉叉叉 然后十号玩家紧下给六递话的 他说他说我们俩打板子 打不了一点 那六说 哦这一轮我听出来了 十号玩家你就是那个手 我也不是打板子 所以我觉得是 他们是认识的关系 所以我会占十一 然后六七十十二吧 应该是 但是容错着八号玩家 因为我八号玩家 我始终听你任何的发言 不要笑得这么灿烂 给他个镜头 哎 哎马上不笑 因为表情管理非常好 因为他每次发言 总是好 然后呢 我每次都会带一层说 哎刚刚不会再骗我的感觉 但是十二一定比 你要近视角 因为这一轮八号玩家的发言 是比较好的 我就先不进八了啊 就视角不进八 然后别的没有了 啊 我是好人牌 我就站一下十一号玩家 出十 如果十一号玩家选择出谁 就出谁 十一号玩家就别验我了 如果你放不心不下 你当然也可以验啊 过了 三号玩家 嗯 可能还是偏转十一吧 当然我保留六号的预言家面啊 我还是听十一 因为你那么自信 你说我会在十一号的发言当中 有迹可寻听到他是狼 那我就听听看 然后我觉得十号是在井上 直接说十一是好人的 十一是汗跳 没必要给他发茶沙吧 因为他大概率这个边 是能站到十一的 其次你们说四号是狼 那四号是狼 井上他跟我站的都是十一 他来打我 不是把我 把我从十一号玩家的团队往外打吗 那他不是电飞的狼吗 就怎么能说他在井上是冲锋的 因为他们眼里我是 我是 就他们跟我不见面呀 我是一张好人 然后他井上攻击我是 想让我去站到六号玩家的边吗 你们说他是狼的话 那十一不就是真原家吗 然后我听完这轮发言 我也不觉得四是狼 所以我觉得十一更像原家了 然后我觉得可能一二都是好人 我本来 也不是那么确定吧 就是我如果站十一边的话 那一二肯定就得都是好人了 我觉得四听完警察发言 我觉得也像好人 可能就是六七十十二 然后 确实因为五号玩家说的那点 他说十第一天去守十二 黑蝙蝠的板子应该不太会第一天守卫 就盲守一个人吧 因为是有概率 ture的对吧 然后还有个问题是 你们一定要保下八九号玩家 就像你们说的 五号玩家说的 你只有在 一三九当中骗到两票能算赢 这也是刚刚好你对话的核心 你甚至都八号玩家你都能保下 然后你去对话一三九 说你们之类的这个感觉 然后其他可能没啥 我偏向于站十一吧 然后我听十一发完言 我最后会投票嘛 然后我过了 感觉你发现状态没你景上好 但因为我还是站边十一 所以我就暂时可以不点这张三吧 景上的话 六号玩家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聊过 关于昨天为什么通力是能占你那一点 我觉得你拿真欲的时候 可能你的疑心病会更重一点 但你在前之位去聊三五的时候 我觉得你聊的并没有那么细 你会有一种感觉 等会再说吧那种感觉 但你看你昨天验了一张 平民排出来 你特别想立刻分辨 它是一张机械平民 还是真平民 可能那时候听感就没有那么的好 十号其实景上有一点点聊的很奇怪 我当时没有理解 十号人家说如果后志位是 他说六我没太听出来 如果后志位四六对跳 那我应该大概率能听出来 但如果是三六 那我就再去听六 你已经听完六的发言了 你说你听不出来 那为什么三六如果对跳的话 你还要再去听六呢 你不是已经没有听出来六的发言了吗 你不是说就不知道为啥 你感觉好像三的发言我会听不出来 我听六可是六你也没听出来 当时那一句话有一点你引起我的敏感 再加上十一给你发张 查查确实挺有力度的 所以我第一回 而且虽然十一号我觉得你聊的没有特别的饱满 但我觉得你在聊那个视角 如果七是个好人 站你边了你二十二里 特别想去找景下那个格局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PK台的时候 是有一点十一号你当时说 你认为的好人是一二九 其实景上后之位三四都站边了十一 但十一连三四是好人 他都不愿意去讲 他只愿意去认为一二是好人 九是他听出来的好人 他多的好人他都不敢去保 我会认为他是一张比较谨慎的 一张越南架牌 因为他如果是狼 除非你们说三四都是他狼同伴的 不需要去给这个好人身份 但他其实也可以把就是好人 跟他的狼同伴混在一起去保 他连三四说是好人 他都不会去给我 所以我觉得他会蛮谨慎的 然后六号人家就是PK台上 我有点忘了 我先聊景下吧 景下我确实 我发现四号玩家跟我的感受 基本上我有点跟他感受挺像的 我确实有担心 八会不会是张倒沟 但是我在想 因为我是一张景下上票给十一的牌 三四是景上 全部都站边十一的牌 那么其实会去站边十一的人 默认其实牌是会比较多的 我认为八号玩家是一张倒沟狼 他只会成立想去填对方狼坑的时候 才会去倒沟 但我觉得其实场面上 有可能会去站边十一的牌 是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不太会觉得八号是一张倒沟进十一的狼 然后以及去拆解七的发言 七的发言就是说他点四五十 这位有好人站错边了 你们自己想想 这跟上次跟我说 你是个好人 你不要被王宝宝怎么了 那种感觉特别像 就是他在攻击每一个 质疑自己会不会站错边的好人的内心 让我们去不坚定 让我们去考虑自己有没有可能站错边 我觉得他在用这种方法来 骗我 一级九 一级三 当然三号玩家 我觉得你景象发言状态 没有那么景象那么好 我可能目前还是比较想站边十一 我再听听后面的发言 毕竟十二和一都是两个票 后来给上 上给六的 我上好人排过了 一号玩家是三人 那个我是个女巫啊 六是饮水 然后现在那我把我的信息已经分享给好人了 对吧 但我不会去拿我的站边影响你们 对吧 你们站谁那边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站自己的 对吧 我站我的 你们站自己 因为我现在 我说出这句话之后 你们跟我的信息是一样的了 对吧 也不 我不会 我不会说 因为我拿了张女巫去干涉你们站边 但是我报的信息是对的 好吗 对吧 那你们去盘六是不是自刀就行了 对吧 其实很简单 然后呢 好像我说多了又影响大家了 说说一点吧 因为警惠票第一票没投给六 是因为他紧 你第一轮发言太不像预言家了 首先那个我我那个入业前我是跟十一 我是在跟十一号玩家说 我在教他对吧 那你你提到我了 你没提到他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先聊的 对吧 我肯定要拿这个东西来答复你 这是一二 我在你前最发言 我说三十个狼 对吧 你眼里只有三没有五 你是PK台上才聊到的 但是你警上发言没聊到五 对吧 所以那我肯定不大认你 对吧 哪怕你是饮水 对吧 我说实话 你吃刀内扣差点没救 我差点没救 因为因为法官跟我比个六 我说你吃刀了 因为我想好我吃刀 我就忙堵你 我肯定忙堵你 对吧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你是啥 但我只能告诉你 瑞瀚钱我的心理过程 对吧 其他也没啥 自己赞自己的 好吗 我把信息告诉大家 因为我解药用完了 我就当白痴排完了 我是不可能开读的 你们放心 我是不可能开读的 今天那个什么 某话跟我说说 嘴大来了 那个神能弹死一下 那我现在不发动技能 假如一会有人喷我不发动技能 发这个帖子的 你要去帮我对喷 对吧 因为是你让我不发动技能的 你不能两头都站 对吧 我肯定是不读人 我肯定不读人 好吗 就这样 谁站谁这边 我们自己想 自己考虑 对吧 你们去盘 其实你们就盘五和十 谁是守卫 对吧 你们听听五和十的发言 对吧 十很像守卫的一点是 因为他顶着我跳的守卫 五很像守卫的一点是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六四个阴水 对吧 所以你们自己去盘五和十 谁是守卫就完了 好吗 就这样过来 太沉默了 所有人都是逻辑赛道 只有我一个人不是 Oh my God 我们一点点盘 我也盘一盘 二号玩家 你虽然最近玩得很好 但你已经好到 六号人家发言听得出来 七号人家发言听得出来 十号人家发言 你也都听得出来 有好的 这个地步 我直接搬个龙椅给你做好了 哎哟 五号玩家在你后面 跳的这个守卫 我们就拆解守卫的发言 这个板子大家都知道 会说后两天 守卫女巫不要去进行操作 我们玩玉白白裂 是不是 所以说第一天守卫守人 有任何问题吗 他后面守不了了 他好问你哪个守卫 他第一天守下人怎么了 这是五号玩家打 十号玩家不为守卫的点 他都他自己底牌都撇开不说 他说人家守 第一天守人不行 他说为什么守十二 他想守我 他说他说随便守的呀 他没有不说呀 然后五号玩家又拆解 说十号玩家在那个位置是个狼 给十一号玩家博好感 三四里面不缠他的狼同伴 那你五号玩家紧上打五 打三干嘛 只字不聊 三号玩家发言你的反馈有没有 也没有啊 那如果四跟十不在同一个团队 十号玩家那个位置 不会提前走位 先打一打四吗 四号玩家是提前走位 打了十二 他说紧下十二非常挂身份 对吧 为啥大家听发言 听得不一样呢 那六号玩家 肯定是有勇气 因为对话十一啊 十一号玩家已经两轮发言了 第三轮发言就必发爆 我就问你在记什么笔记 你的狼坑 六七十十二一 你记笔记 你需要吗 都有你的 你不需要呀 还有那个二号玩家说 六号玩家如果是预言家 一定会对这个天下 就先天下之幽儿幽 后天下之乐乐 那么他是不是说了 十二玩家如果发言狼杀杀狼 什么的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个预言家 这个时候你们说了 不需要派狼杀杀狼 人家有思考上 你们又说不行 他有没有这个担忧的状态呢 他有的呀 你们又说没有了 这是什么发言狼 对不对呀 所以四五 十一 没什么问题呀 我也就飘一个就飘二呀 二号玩家 当然大家都是单一视角 我没有觉得我站错的原因是 大家盘的这个是力度问题 它是格式上的预言家 就是四号玩家说 因为十号玩家给了十一好感 所以十一给十发叉杀 会特别像预言家 不就这么点事吗 就是特别像 他不是呀 然后四号玩家还说 因为不知道十号玩家的弹性 九号玩家是不是说了 十二玩家你大身份 十二玩家起来弹性给你展示过了 你不需要听他查杀表水 再感受弹性啊 你只要听十一给十发杀杀队了 或者没队不就好了吗 所以四五十十一 四二四五十一 不就是这几个狼吗 好吧 我在我的位置 能发的言 我就发这么多 我尽力了 就是说 那个十一号玩家自己加油 过了 十一号玩家 小黑的煽动式发言 依旧还是有点东西 其实现在 我就说我预言家的视角 如果我摸十二 但凡他是个精髓 你们就最后一个狼 从四八里面去找 因为一号他毕竟跳女巫了 我不会去管 我只是说 因为现在在我的视角 六七十十二四头狼 已经非常明了 所以我要考虑到 容错的可能性 为什么我会点一下四号牌 因为我觉得四号牌 虽然说群人节你占我 但是所有的狼人都非要 把你打入狼坑 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是 你的发言格是什么 你的发言格是在打张十二号牌 然后呢 你又打走了张八号牌 张八号牌是占我别的 你为什么要去 点八号牌 所以我是觉得 你有可能 我只是说 验出十二 但凡是个精髓的情况下 可能 好吧 然后一号牌的话 毕竟你跳女巫了 我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觉得Y哥 一般来说不都是会倒勾吗 那现在就是 自刀狼起来汗跳 所以他只能冲 其实我本来这把想搂七呢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Y哥有可能是黑蝙蝠 我真的很想搂七 但是 哎呀 就是我不一定搂七能搂出去 所以我 那我就还是正常的搂十 因为我觉得七号牌 有可能是一张黑蝙蝠 因为它是一张黑蝙蝠 所以它这轮不选择倒勾 直接选择为六去冲分 然后呢 去比如说晚上吃什么 黑蝙蝠有什么谈不谈的那个技能 这是我想搂七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搂七可能 外之位的好人 不太敢 就是 因为你们也分不清嘛 就是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搂十 但是我觉得七号有可能是一个 一张黑蝙蝠牌 然后我的视角就是 如果我验尸 但凡有1%的几率是一张精髓 那你们从48里面去找 在没有人去对跳一号女巫的情况下 好吧 我不认为我这轮的发音有特别大的爆点 我觉得好人位就是2359 好吧 2359是我觉得 2359是 应该98%的好人吧 然后48有可能会产一张倒勾 如果是20斤水的话 然后我们就勇敢一点 然后努力 这把那在占我的边就好人 大家不要分票好吧 我的仅会留124摩 然后4号我不是觉得你是狼 我是容错 我要把所有的视角全部考虑到 如果12是精髓该怎么办 因为我之前玩预言加拉的时候 他也喜欢这么操作 好吧 给我增添一些视角上的烦恼 我点的狼坑就是6 7 10 12 如果飘的话飘一张4吧 然后我这轮我会归票10 好吧 我会归票10 过了 所有玩家发音结束 11号警长归票10号 其余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3 2 1请投票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8号 9号 11号投给10号 6号 7号 10号 12号投给11号 10号玩家出局请留言 是这样的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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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玩家发言的爆点呢 是他混淆了黑蝙蝠和守卫的功能 他说哪有守卫第一天守人的 黑蝙蝠第一天一定开技能的 黑蝙蝠第一天一定不开技能的 第一天开技能的 黑蝙蝠第一天怎么开技能呢 你万一第二天需要你去庇护一下这个 或者庇护一下那个呢 对吧 所以他是在混淆底牌的问题 然后狼是 2 4 5 11 然后1号玩家呢 最大是 这个板子是要玩成 狱猎白白 就是女巫和守卫 就是2 3天之后不发动技能的前提是 净推领先 是你要白天第一天推到狼人 才可以 你如果第一天推了个守卫 你开不开读的游戏 其实也都结束了 你已经不是说你开不开读的 是你投守卫 是饮水浴给女巫发精水 然后投守卫 是这个问题最大 好吧 然后 呃 还有什么 我是觉得三号玩家这把游戏玩的是 嗯 比较不好的 是因为5号玩家狼人高柱已经打了三号玩家是狼 然后2号玩家也打了三十狼 4号玩家也打三十狼 三十狼我就要跟十一走 十一是我的好哥们 我还是想战面十确实也是挺那个什么的 我是个顿我第一天忙手的事 我是因为觉得12号比较容易吃刀 别的就没什么了 然后他是个狼我手台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吧 嘴大就是这个板子可以对盆 但是可能今天那个你要先想想你是怎么解释下投石这件事 你就不用考虑开不开毒的事了 好吧 关键是 守卫和那个女巫不发动技能的前提一定是紧会紧推在前 你推的一定要是狼人 我们的紧紧推在前我们直接拍推就可以了 现在是狼刀在前呀 所以那今天晚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一号玩家或者等六号玩家了 他们也不一定能找到恋人是谁嘛 好吧 就是我是守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顶着一号玩家这个位置起跳的那个什么牌 然后十一号玩家给我发茶茶的原因是因为你看 那我们这个游戏是不是还是要听发言 十一号玩家我抿的我觉得他是好人 不是说大家好 我是个预言家 我验的十一是个精髓 只是说我抿的他像好人嘛 我又没有说十一号玩家今天百二百二一好人 我又没有这么说 他给我发茶茶就是因为六号玩家是饮水 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对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我是盾牌和过 十号玩家已经结束 请各位配戴上一句 然后弹幕老师大家抓紧时间送一下人气票 人气票你们太沉浸了 四万多弹幕老师送一送小礼物人气票就可以了 有六百票的上限 大家就送送人气票 大家现在把第六名超过一下可以吗 你们一定可以 谢谢弹幕老师 我现在就带你这带你 你这带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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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玩家请发言 初五 然后1号就得开读 你不开读没法玩 对吧 因为这个板子 确实像10号所说的 好人轮次领先 你可以不开读 那好人轮次落后 那你就必须得开读追轮次 把5号出了 5号应该是你黑面符 如果他们小狼自爆的话 你还是得开读 因为如果三四十一里面有小狼自爆 你就看着读 你必须得读 读错了认了 然后 如果他们不报 因为他们现在拿警徽 也有可能今天你冲 然后 我们就出五 但我感觉悬了 因为 不是6号打20狼 那就输了 2号好人 6号打的是狼 包括10号一眼点20狼 2可能这段都回不来 没什么了 11号说外low我的原因 后来又不出的 不就是因为他得low个守卫 对吧 那他得把守卫先出来 我平民 跟我没关系 而且1号你有问题 你知道吧 你不能说你那个位置跳女巫 你解释说5号都找着我了 因为5号觉得你是女巫 他没一定找到你 你跳女巫826银水 咱都不说你投不投实 你没有必要跳出来 因为已经守卫被查杀了 守卫出局了 然后 现在是6号倒了 然后 那我也不懂你笑是什么意思 那反正 那反正就没什么了 现在狼打警惠 四郎在场 我们就先出个五试试 要能出就能接着玩 出不了就拉倒 然后毒是得开 毒得开 然后 否则一定赢不了 那就是 34511 没什么了吧 好吧 然后这个位置发言 我也不知道11号给12号发的是什么 没办法 这局 太多人站错边了 今天我第一个发言 反正我就订票归个五 然后你们可能 你们现在反正认为 如果6号团队是六七十十二 反正你们要能回头就把五出了 你们要是回回不了头 那就你们就跟着十一走呗 好吧 1号记得开读就完了 因为再再再再说多了也没什么意义了 好吧 我过了 谢谢依依跟观尔的投石 六死在夜里了 反正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确实四郎在场 咱们站错边了 第一天守卫被扛推 刀了预言家 第二种情况就是 他们昨天四郎裸抽 只能自刀 再变一论 两种情况嘛 那再分辨分辨吧 七号玩家这轮归票是五 然后最后点的狼坑是三四五十一 那也就是 反正三四五十一 我们再听一轮 如果我们能听出里面有好人 那不是就能站对这个边吗 而且 我想想啊 而且有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四郎在场 昨天应该会刀一 而不是刀六吧 因为一号玩家话都这么说了 他昨天应该不会撒毒的 那刀了一不是铁宝加牢靠的 把这瓶毒就带走了吗 对吧 那对于他们后续去找猎人 就有一些帮助啊 对吧 因为如果假设是 三四五十一的狼队 可能确实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枪牌 因为七不在狼队嘛 那他们是不是优先刀 这张女巫牌 会稍微好一点 毕竟多一刀嘛 对吧 这是一个点 其次我觉得黑黑 昨天的发言 有点冲得太猛了 就是小黑黑 我觉得拿好人 是会游宜 稍微游宜一点的 就是会有一些些 比如说自己 有没有可能站错边的思考 但是昨天你的发言 有点过于单边了 我觉得十二昨天的发言 不是好人 那所以 我认为没站错对边 那别的也没啥吧 然后 而且要打三四五十一 五号井上直接 严杀自己狼队有三号嘛 这些都比较难吧 所以应该不太会回头 完事了 而且十一昨天最后 说外楼七也 有点太像原家了吧 当然如果 暂时保留一下吧 保留一下 我再听听这一轮 那个后面大家的 包括女窝 嘴大老师的意见 嘴大最后也反水了 对不对 他的饮水是六 那这局就是 还是有些疑点嘛 比如说 如果六真是个饮水域 十一的队友都不考虑 提前跳一个女巫 来帮他打打防守 对吧 他们就认为 女巫会站错边 就盘六子刀 都没有一个人 想过跳女巫的事 就让一座十一个 单边女巫去盘六子刀 这些都是疑点嘛 都想一想 当然我在保留 就是那个 主打一个保留 保留保留 我听听 我再听听 十二三四五 这一轮的发言 十一的顺序 应该十二是查杀 十二查杀 我大概率投十二吧 因为我觉得 昨天十二景下的发言 不太像好人 我过了 我觉得是自导 我觉得是自导 因为首先我觉得十二跟十都像狼 而一号玩家肯定是压毒了 因为昨天 如果是他们四个是四张狼人牌的话 真给头六头上砍两刀 一号肯定是铁板压毒了 因为昨天那个票行打出来 想再变可能只有自导 我再听一听 我再听一听 因为我觉得十一的发言 很像很像 因为一号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压毒了嘛 很多点就像 八号玩家都聊起来了 为什么 以至六是饮水浴 不体调女巫那种东西 因为 三四五十一是七号玩家 打的四张牌 所以说如果 站错 他如果他是狼的话 他要外赘骗三张 八号玩家是倾向头十二 那要骗就是骗一二九的票 就差这三张 我可能倾向头十二 但是我也持保留意见 因为我觉得 直接 砍掉 第一天 自刀的饮水狼 这个操作 非常极限 因为骗到 如果他是狼 骗到三票 难度非常大 一号是肯定压毒 但是 至于六号玩家 是否自刀 十一号玩家 你好好发言 然后三号玩家 也好好发言 因为三号玩家 是六号玩家 宝货的拍 而且是定点 宝货的拍 现在七号玩家 说三四五十一 十四张老人拍 所以说 再还需要跟进一下 因为自刀 如果是自刀的话 那是非常极限的情况了 但是我可能还是倾向战十一 但是我持保留意见 我再听一听 好吧 我就过了 十一号玩家 请 十一号玩家发言 谢谢飞宝的头十 谢谢马老师的头十 谢谢马老师的头十 谢谢米哥的头十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现在我的视角是最清晰的 你们去试想一个问题 因为十二是我的茶杀 现在在我的视角里 四郎已经裸了 我这个警惠楼都可以不摸了 那我今天就摸摸我两个好兄弟 三号和九号 因为我现在已经四郎裸了 他们如果昨天晚上 从我的团队里面去刀人 那这三张狼是不是做了 让你们顺着推了 所以他们的战术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把六号给刀了 让你们白天扛推我五或者十一 这是他们唯一取胜的办法 因为我的最后一张警惠楼 已经阅上他们的十二狼队友了 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去自刀 让这一轮白天被扛推出去 因为如果昨天晚上 他们不自刀的话 就很简单吧 一张狼就拍拍拍拍走人 然后至于为什么 我刚才想摸歪哥 然后最后又没摸 那我好哥哥对我这么好上来 直接冲起来了 那我不是也想保护一下我的好哥 让他多玩 我现在吃的也很香 这是我上一轮 又没有去摸歪哥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也是怕 你说我想怎么这么简单 我想是歪哥是不是给我考试呢 故意钻狼队里 现在应该大概率可以打消这个念头了 今天我归的话 就随便归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那就归个十二 就剩一张狼了 就四狼已经很简单了 好吧 我已经给你们盘了 为什么六号会自刀 因为如果不自刀的话 直接就是三张狼排排排队走人了 然后一号 那就现在 我不需要聊什么东西了 我只需要把六号为什么死 给你们表达清楚就够了 或者说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话 五十一里面你可以 如果说宝宝哥 不是宝子哥 宝子哥你昨天守了我的话 那我今天我可以走 因为你反正守卫你可以自守吗 这是包赢的 对吧 就是你们不要把守卫投出去 你们要不信 还信不下我的话 可以把我投了 如果宝宝哥今天可以自守的话 现在我的视角很清晰 只有七和十二了 我的警徽留 大家就摸摸两号兄弟 三号和九号 然后别的信息就没有了 然后就过掉 接啥啥就先报身份嘛 我得对话吧 因为我没有觉得你为狼 我盘单边 咱俩不是第一天认识吧 我不是都这样盘吗 我觉得是啥就是啥嘛 我也不太听别人的意见 但之前你们都非常偷铁 不是我非常偷铁 今天大家怎么这么偷铁 就是你们两套标准 不一样的点建立在哪呢 现在在七号玩家 首先安排六字刀 昨天不行了 又安排六字刀 这战术你们觉得接受 然后十一号玩家 给十二玩家要战边 他的人发一张茶沙 这种战术你们觉得没有 就是铁玉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点 而且你们昨天只是说 我是双边 我打的点对不对啊 我打的逻辑对不对啊 没有什么问题吧 他的遗言说 因为十二号玩家 有可能为精水的情况下 他要去验四跟八 四跟八不可能 同时出现在他井会流 四号玩家井上就说了 你们昨天六八 什么不带我 都是狼什么什么的 他们两个见面吗 而且你验四的原因是 你说场上大部分人都打四 你觉得他很奇怪 后面说验四 是因为我冲着他呢 不一定为狼去验的 大家莫之伟不是可以听出他这个奇奇怪怪的发言吗 这个局如果就是六七十十二四个狼 关键是我不是啊 我不是这个坑就不对啊 我不理解你们这个边站的就是说 一定要盘六号玩家两天自当 这个你们都接受 那我我其实也无话可说 我是因为大家盘了两三圈逻辑都非常的沉闷 我就起点状态 我今天本来就不是很输 不想起太高 但不起太高又很无聊 所以我是在二三里产生了一些定位的错误吗 因为好像好像三更像那个狼 五号玩家打你为狼 你对他的好感这么高 就像十说的二四五 都把你往坑里挤 你就觉得他们一定为好人 这我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三个玩家如果你为好人 你是要往处游 你觉得这两个战术你更接受哪个 现在就是咱们就盘格式 你别听别的逻辑了 然后你觉得你定十一很准 你听我听不听得出好人呀 这是破绝的关键 你觉得我们几个都为狼 那我就无话可说 你觉得我前面逻辑对 或者我接线表水OK 那就就这样好吧 别的美了 过了 那场上有除了冤家 有有在除了那个时候 有六个女巫呀 对吧 都投的是十 跟我啥关系 我爆了饮水 我爆了饮水呢 跟我女巫没关系 我也说不开读啊 六个女巫 我们让猎人归票嘛 对吧 二号玩家归票 好吧 我们让猎人归票嘛 对吧 因为你们 但是说你打二就肯定没了 那二是啥 对吧 二是啥 对吧 你来归票好吗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我认为啊 如果十一是个狼 他应该砍的是我 不应该砍六 因为砍完我了 他还能推六 对吧 无所谓嘛 我反正我肯定是回不了头了 对吧 我肯定回 我昨天正常情况下 我是读十二 景徽留我也会读 因为景徽留的人 不大可能受黑蝙蝠的屁股 但是我既然说了我不开足 说到就做到嘛 没事 我单边女巫啊 这把我错了 我给你刷嘉年华好吗 看你笑的很那个 说明我对了 但是后悔了 你知道吗 后悔了 对吧 而且说实话 有一点别的 我捕捉到了一点 KS别的东西 就是他发我精神的时候 他眼里充满了愧疚 你知道吗 就充满了那种愧疚 他不是那种丧心病房的人 你知道吗 但是他跟你不一样 你没办法 你知道吗 他跟你不一样 你知道吗 他干不出这种事来 所以他演不下去 你知道吗 反正我肯定是 就卡了六 我肯定是那个弄不了了 好吧 反正我我饮水我也报了 身份我也跳了 对吗 那要错 是大家一起错 又不是我一个人错 我先把锅甩了 就这样啊 好吧 我这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昨天太香了 就是你是横属士郎 你看啊 我跟你讲一点逻辑东西 昨天景徽发言 七号玩家说 他觉得八九都是好人 十二是不是倒沟 他都不知道 然后你在这里铁头帮六冲 七号玩家站六 别人说 你都有可能是倒沟 你铁头帮六冲 你是正反王 小黑 对吧 这是逻辑方面的东西 咱们也不说 状不状态 对吧 整活嘴大叔叔也行 但是嘴大叔叔现在 整活整太多了 也那啥 观众听不懂 对吧 我聊个科比的 不打篮球的都听不懂 你说我怎么弄呢 对吧 没法弄啊 对吧 好吧 你先投一下你吧 小黑 因为你是正反王 对吧 他是狼 他给你狼队友 发啥啥了 你倒沟 你倒沟 你倒沟六 被自己狼队友卖了 好吗 我们先把你投了 就这样吧 我 来吧 徐姐归下票吧 因为大师说你是好人吗 对吧 就这样过了 嘴大叔叔 你不懂KS 他现在已经变了 当他 在PK台发言说 金水一号别吃了 你听听我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完了 那KS在骗你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他 他昨天跟我说 他说 他昨天通灵师 七十个猎人 我是女巫 小黑是守卫 他巴不得我 女巫跟 这个守卫 两个人 匡匡猛猛猛站错边 然后他 通灵师和 这不就C起来了吗 没想到 我们俩一个手 两天便宜 一个井上 直接站边他 要别人给他上 你知道KS现在老坏 他一点不想让我 站对他边 因为我昨天问他 我说我站对你边的时候 你们特别开心 他说一点都不开心 我不想让你站对 KS现在变了 不能是啥好人 还有我不是猎人 我感觉 四我完全像一点 不是四就是三 所以就跟我也没啥关系了 我过了 我是好人 我平民 我平民 我过了 首先十二号 你说要教身份 哇 没听到 不知道是没听到 还是你没教 其次 七号说狼坑是 三四五十一 你跟我对话啥呀 你跟我说 二四五都打我为狼 我应该要站 六号的边 我可以是狼吗 你跟我对话啥呀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你们说 让我回头的原因是 二四五都打我为狼 所以我该回这个头 那我们站边的都是十一 他们打我为狼 不是把我从十一号 玩家的团队往外 往外推吗 所以他们打我为狼 不是十一 更像冤家吗 所以我不是不能回这个头啊 但是你们让我回头的理由 好像不太成立 所以就暂时回不了这个头 然后咋都对话我呢 我是好人啊 外哥说我是狼 那二四五都攻击我 十号出局前说 三号你玩真不咋地 你定错你好兄弟身份了 你也跟我对话说 我该回这个头 为啥都对话我呀 我还是觉得十一相啊 不然他昨天 因为昨天十号是他的茶沙 十号跳的守卫 他眼里十号是名守卫嘛 那他当时不可能发出说 今天我们low7这个言吧 应该就是今天 我要把十号往死里弄 他应该不会有 不会开除low7那个视角 谁是黑蝙蝠 他把十号守卫推出去就完事了 然后可能不太会回这个头啊 然后我觉得他刚刚聊到那点 没啥问题 就是唯一能赢的方式 是让我们信下六号 把五号或者十一号推出去 那就是黑蝙蝠可能还在场 对吧 那 十七还是十二 嗯 我不知道啊 那我 那他不是猎人 我不是猎人 不就只能他是猎人吗 那三四五 我知道自己是好人 他要跳个猎人 阁下该如何应对呢 哈猫过了 老人阵营选择胶牌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会好 他真的不信 你们过来刀两下搞我 他真不当人了 好本游戏好人阵营获胜给大家分一下盘 本游戏狼人为六号 七号 十号 十二号 其中十号为黑蝙蝠 首位为五号 游戏家为十一号 女巫为一号 猎人为八号 二 三 四 九 为四张平名牌 五号首位 首位选择空手 狼队阵营 六号选择自导 一号女巫 选择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十一号游戏家 查验十号为狼人身份 警生竞选环节 十一号真游戏家 当选警长 第一天白天 十号黑蝙蝠 被公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五号首位选择空手 狼队阵营 选择六号 汉跳狼自导 一号女巫 没有选择开读 十一号游戏家 当夜查验十二号 为狼人身份 第二天白天 发言阶段 狼队阵营选择交牌 游戏结束 好 人阵营获胜 然后我们第一局 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现在的时间 还有十分钟 我们丹萌老师 现在抓紧时间 充一下人气票 好吗 大家就点小礼物 人气票 送出人气票就可以了 然后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点一下 左上角的粉丝团小黄心 然后有一个朱莉达榜 有免费的人气票 可以解锁 并送出 大家现在剩最后的十分钟 赶紧解锁一下 观看的免费的人气票 送一下 然后送一送付费的 就点小礼物 人气票就可以了 每个人有六百票的上限 看一下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小四万丹萌老师 但是只有三千六百多人参与了 大家一票也是请 一票也是爱 一毛钱 一张人气票 大家多送一送啊 帮代表充一充送一送 然后我们跟后面的人 摇的还是比较紧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超过 我们直播间 这么多丹萌老师 超过第五名 是没什么问题的 大家抓紧时间 点一点人气票 送一送 谢谢你们 好吗 那大家记得 我们一会儿将在直播间发送 本今天的第一个付带 是抽苹果手机 只要下载右下角 小手柄的游戏 七镜 这款游戏下载很快 并且竞技性强 还挺好玩的 大家可以下载体验一下 并且只要下载这款游戏 就有机会获得 在我们直播间 获得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 我们一会儿会发一个 抽苹果手机的付带 下载好这款游戏 然后参与付带抽奖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中奖 当时唯一一个 中斗币的宝宝 在一分钟之内 带着两张截图 私信之外带式的后台 一张是手机桌面 有游戏的截图 另外一张是玩游戏的截图 下好游戏 准备好截图 然后参与付带抽奖 你就有可能获得苹果手机 好吗 大家抓紧时间 下一下右下角的小手柄 点一点小手柄 就可以了 点击弹出来的这个小手柄 点击下载 然后每个人都有机会 中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的 我们第二局是 饭狼猎魔会在一千二 给大家开始试着 大家可以点点赞 三开场上嘉宾投食 并留言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们的 官博进程大日赛 在置顶有投食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大家 那个我们嘉宾发言的时候 都很饿猛炫 那个凉面 我觉得我们导播老师 肯定也饿了 不然他不会老是 给吃面的人的镜头啊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导播 头头试只要备数导播就可以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 我们评论下方的小金杂货破 我们的带货号 还有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 金城大师赛 我们的投食方式 是在我们的官博 金城大师赛指点 如果有不了解投食途径的 大木老师 可以去我们的超话 金城大师赛去提问 会有大木老师解答你们的 然后希望我们的大木老师 在评我们的弹幕里 你可以互帮互助一下 帮助大家解答一下 投食通道 大家给代表点点关注 点点赞 送送人期票 送送人期票 我们人期票还有最后七分钟 大家抓紧时间 送送人期票 谢谢你们 我们可以再往前冲一冲 再超过前面的 前面一个人 我觉得大家很轻松 我们这么多大木老师 大家一票也是请 一票也是 就送小礼物 一毛钱的小礼物 送出去人期票就可以了 我觉得完全可以 我们可以冲进前五名 谢谢你们 然后没有时间 没有下右下小游戏的 大木老师抓紧时间 下下右下小游戏 然后一会儿代表跟大家付完盘 我就发福袋了 所以你们赶紧点价 小手柄下载吧 请代表跟你们聊聊天付款吧 这把又是没悬念 第一轮狼人落后轮次 就没什么想法 因为我们井上狼 那个大哥被查杀了 被查杀之后 11号的发言 大家都认下了 所以我们只能冲了 硬着头皮冲的 勾也赢不了 因为勾的话 如果勾的话 那就是10号出去的时候 就一定是那个狼走的 那还是不开技能 还是没有 没有办法翻盘 而且 而且10号是那个被查杀的 如果10号是和11汉跳 可以勾 另外三个小狼全勾 晚上好人不用技能 把11一砍 剩下的就生推 但是因为10大家认为是狼走的 那6也是狼 等于就我跟小黑两个人 轮次不够的 勾不到最后的 所以没什么办法 那个人气票大家送一送 谢谢大家 快点 还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多少时间了 谢谢 谢谢车车的那个抖音 你好 谢谢车车 谢谢车车的抖音 我看还有别的抖音 谢谢车车 谢谢大家的人气票 谢谢心想事成的抖音 谢谢心想事成 感谢感谢 我觉得 这盘其实KS跳的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他没有单点对话 其实他要单点骗 不是 你只能骗着 你单点骗能骗着 能骗着一票 但是站错边 难道他骗不骗不到 因为美景会要骗三个人 我只能打心带 我实话 我发现只能打心带 你再对话三个人 那我是越南 我不会这么对话 我实话说 我对话反正更像狼 我实话就说 我也不能去擦 这个板子 其实还是我说那点 这个板子 其实很奇怪 我们这周的三周第一轮 全是无悬念狼人出局 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就三 我们三天第一局 全是狼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人走的是狼 那神就不开技能 对 反正没什么办法 所以我说你是真手 原因就是 你不知道六十 你像我 我跳个旅途 发六游选 好像没一个站走边 你说的怎么弄 那老师打不了 好像没一个站走边 排手了吗 谢谢大家的人气票 我们晚上只能去砍六 砍一的话是可以 砍一问题 守卫会守一 如果守卫守了一 我们还是那个 我二是守卫 我是一守一的 就说嘛 守卫会守一 谢谢悠悠的抖音一号 感谢悠悠 谢谢悠悠的抖音一号 谢谢 巧了 哦对 九尾狐我们可以玩 下一周我们可以玩九尾狐 我想起来了 这个板子一直这样 都要算数 要算九以内的加减法 他怎么打 他怎么打 他上次 他玩不了 他上次 他3.5大于4 那没办 那没办 九尾狐很好玩 九尾狐很好玩 下周我们可以九尾狐 加狼美 加机械狼 可以狼美 可以再玩一玩了 就是神牌是两个尾巴 平民是一个尾巴 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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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尾巴 是吧 然后九尾狐每天在告诉你有几条尾巴 你得盘 加强 哦 对对对对对 就是 法官 和汉跳九尾狐 永远是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出错啊 下周吧 好吧 下周 以前 对 以前 潘达 Q里面玩过九尾狐 玩过九尾狐的 大家要是老观众看过 你汉跳九尾狐也要算 你汉跳九尾狐也要算 汉跳狼也要算 很烦 所以王文龙跳就是天脸九尾狐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刚才在喊跳 我算不明白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哎 我说算了 我这这么多条 你们自己去排一下什么回事 反正法官跟我说就这么几条 哈哈 我不准说这个话啊 不准说法官跟你说几条 哈哈 肯定啊 这算尾狐呀 立刻的 这对 我从来不说只有他会 哎 王宝宝就我不穿袜子 我没有尾巴不就完了吗 就没有 这 我尾巴 我 你 你 我你记不出来 他吧 你穿了那种手 你看着我的眼神就是愧疚 你放屁 你 我真的 我没有那个眼神 什么意思 放水 没有 放水 前提默认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我 对你看到没有 默认我知道 我怎么可能 我差点没救你 你问我 你帮我特别进行 恶灵骑士和什么版的配的 咱们那首宝 恶灵骑士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对 恶灵骑士搭配什么什么呀 玉米练手吗 看了 没看 我一直都没看 我带亏 带士说话 没看牌 我们六七八九到时都没看牌 我看着你看牌 我看着你看牌